HELLO 大家好 你們現在在看的是MANS Channel 8月份又開始了 相信大家又有很多會要開 很多Percent要做 真的想起都覺得很頭痛 不過不要緊 因為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好幫手 一定幫到你們 不准 一起去看看 講起開會Percent 怎麼少得電子產品的協助呢 早前Samsung就在CES 2018 隆重介紹了名為Samsung Flip的顯示屏 目的就是以提高辦公室 或者教室的合作率為大前提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數碼化的時代 更進一步 聽過名可能會以為Samsung又出Tab呢 那你就錯啦 這部Samsung Flip 其實是一部55吋的4K顯示屏 有齊全畫面、聲音的功能之外 亦都支援了書寫的功能 還可以四人同時書寫及加入註解 那麼大個Screen寫錯不就有時間刷 大家可以放心 這部Flip為了方便大家 是可以用手當擦膠用的 兩三下就拆走了 而且書寫的空間還長達20頁 再配上內置的搜尋功能 再多再長的資料都可以一目了然 為了增加互動性 大家可以將手機的內容投影到Flip 只要輕輕一掃 就即時投影上去 還支援通話功能 夠方便 或者反過來 將Flip投影到手機亦都可以 另外USB、HDMI 甚至PC、Laptop的接口位亦都齊全 一句說完 真是方便又快捷 不過話時說 為何叫Flip呢 原來每部Flip都可以打直 又或者打橫用的 再有隨機活動架 如果想周圍移動都沒問題 聽說如果不喜歡架 想固定它 還可以拆下來掛上牆用 不知如果用來打機 感覺會是怎樣呢 不過我覺得它最擅長 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而是它可以加密 要有授權的人才可以登入 而且還有AutoSave的功能 還可以將內容儲存到USB 又或者其他儲存地方 那就適合我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記住貼緊我們MANS Channel Bye Bye